为什么孝顺父母天将降福? 古圣先贤说父母是我们的第一大福田 行孝道就是种福田 比求神拜佛的功德还大 所以在家孝父母不必远烧香 佛经记载 遇到灾年很多人都饿死 佛托波乞讨三天没有要到吃的 饿得不行 这时有一个来请教问题的出家人 觉得不是滋味 心想佛是无上福田 众生拥护 于是就自己仅有的饭拨和衣服卖掉 换了一拨饭食供养佛 佛知道后告诉他 说比丘啊 山是诸佛之状象 因缘极尊极重极恩 你却拿他来换饭给我吃 但我没有这样的福报 销售得了这一拨饭 只有你的父母能销售啊 孝顺父母为世间最大功德 堂上有佛二尊 懊恼世人不识 不用金采装成 不由沾潭雕刻 既今现在双亲 便是释迦弥勒 若能诚敬得他 何用别求功德 若能孝顺父母师长 礼敬三宝贤人 不必四处祈求 则可得四种福报 颜色端正 气力疯强 安稳无病 健康长寿 孝为百善之首 不孝父母 拜佛无益 如果连对自己恩得最大的父母 都不能照顾好 一切其他的善 只能是伪善 现在很多人迷信啊 自己跑到外面烧香 却不知道 在家佛就是父母啊 有对菩萨的恭敬心 用在父母的身上 那你的福报可就大了 如果把父母 扔在家里当地 把孩子灌得没有底线 孩子就难管了 因为孩子变成了天 天塌地线了 所以对父母好 其实是对自己好 堂上父母不孝顺 远处求佛有何用 要知道 家家弥勒佛 互互观世音啊 孝 是连接上下的通道 以祭祀通天 以传承通地 打开福慧的源流 接通福元慧根 立行孝道 上对得起列祖列宗 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则接通福慧之脉 打开你的财富和幸福之道 孝为百善之首 亦是做人的根本 太虚大师说 人成即佛成 如果我们连做人都没做好 将来怎么能成贤成圣呢 中国人重视孝涕 其中孝是没有代沟的 上下一体是一而不是二 即上一代 即上上代老的祖先 下一代即下下代的子子孙孙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本是一体 也就是数穷三计 在家庭中 胸有地公 在社会中 四海之内皆兄弟 孟子中 由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就是横遍十方 所以展开来看 整个尽虚空 遍法界 就是一个孝子而已 因此孝道不圆满 人绝对不会圆满 佛家把一切众生 都看成是自己的父母 这是把孝顺父母的心 发扬光大 扩大到尽虚空 遍法界 所以佛陀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教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孝子而已 超市屋顶的骨灰的故事 在美国 有一位住养老院的老太太 有五个子女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 虽然都住在附近 却很少到养老院 去看老母亲 然而美洲呢 都固定到养老院 对面的超市 去购买东西 老母亲虽心系子女 但苦于无法 与他们见面 所以在临终时 留下一言 希望将它火化之后 将骨灰 撒到超市的屋顶 以便美洲能定期 与自己的子女见面 在这里 老与子是二 不是一 所以有代沟 这不是孝道 中国人讲究孝道 每逢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都要祭祖先 有些年轻人常常怀疑 祖先去世久远 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还要供一个祖先牌位 而且还要祭祀呢 其实祭祖先 乃是要我们经常怀念祖先的得责 并且要体会 我们与祖先是一体 这才是真正的孝道 也是孔子所说的 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矣的含义 给出什么 收获什么 这个世界给出什么 就会收获什么 这是宇宙法则 老人就像一块 有着肥沃土壤的田地 你在这块福田上 撒下什么种子 就会收获什么果实 当你供养父母 撒下财富的种子时 未来必定收获财富大数 当你孝顺关爱父母时 等你老了 儿孙就会孝顺关爱你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反作用力呢 因为父母为天 孝顺父母就是天道 你对父母和老人的态度 就是对宇宙天地万物的态度 父母在你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 身心遗传了父母的基因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出生 就与父母完全没了关系 而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还和父母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这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我们人生中不同的需求 如事业 财富 地位 健康 关系 安全 精气神 情绪 有50%以上 和我们与父母的连接状况 直接相关 这没什么玄乎的 古人早就知道母子连心的道理 当家里的人发生意外时 你在千里之外 就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就是这个道理 不孝的人 与父母连接少或者不好 甚至是断的 他们没有什么根的 或者根扎的不够结实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之术 补充营养 自然健康 事业财运 人际关系 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是很差劲的 一个没有根的人 飘荡在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能够万事如意啊 他们往往分开自己 受到了世界上 最不公正的待遇 其实 他们要反观一下自己 是否笑道有亏啊 那么孝顺的人 又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孝顺的人跟父母连接有多好 就会连接到父母的天地正气 说话做事都是理直气壮 有威信 自然受到尊重 在人际关系中 一般都是当领导的人 为什么呢 孝顺的人在工作事业上 与生俱来 给领导一种信任感 必然受到重用 提拔家 就会这种信任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